今天我们来写下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个字 夜经舆情 那么大家一起来写下 第一个字是夜字 这边会相对高一点 比左边 那么这两边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往里缩 往这个中心点缩 提上去 下面的横笔就开始变短了 这样的话对比才会更强烈一点 在很多横笔的结构里面 总有一个横笔是最长的 就像这个叶字一样 总有一个比划是最重点的 那么就是这个竖沟 这个叶字呢 需要注意就是这个竖沟稍微勾一点点上来就行了 这个点会比这个点稍小一点 它是一个主次关系的 液晶 液晶渔情 液晶渔情 记住写这个米字旁的时候呢 它中间这一竖呢 它是很直的 而且呢会比较细 勾的时候呢 第一种就是可以用这种小勾勾上来勾一点点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直接可以用垂路数来结束 来吧 终于是 终于是 行吗 就像这样的一竖沟稍微有了 再来一竖沟稍微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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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竖沟稍微有了 再来一竖沟稍微有了 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 这个金字呢 记住 就是这个钩呢 也是同样和那个叶子一样 就是稍微勾一点点就行了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叶子啊 这里稍窄一点 那么下面呢 稍宽一点点 这个横笔呢 下来的时候是头轻 收笔重 竖笔相对横笔来说的话 有点重 就这几点 还有这里是最偏下的 这里是靠上的 上下关系 鱼字呢 我在视频里面呢 有讲过好几次 鱼字呢 有分两个写法 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偏方 可以用方字来代替 方字旁来代替 它是有两种写法的 这笔呢 我现在写的是反那 也可以用直接用那笔来代替 但是多数情况下的话 还是用反那比较多一些 撇下去 哇 小鸭 这下面一点呢 会咬深的长 适当的刮一下墨可以调风 这里写成两个横笔呢 不是错别字啊 在书法里面呢 是一种比较很常见的一种写法 嗯 从这里下去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越来越重啊 情字啊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四个字呢 液晶鱼情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 有收藏 我们下期呢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